欢迎来到量子力学节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那我们是呼应我们网友的这个要求啊 我们每周 就是要汇转每位网友的提问 那我们做了选样 然后在这一天 量哥选择来跟网友互动 那希望这样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 拉近彼此的这个问答 我们这个每周一播出的叫做每周量有问答 我们现在就开始回答问题了 那我们你看我们第一页 我们也列出了提问的网友 这个是正义呼唤我 他问说伊朗的无人机跟中国的无人机不知各如何 这个是差的天跟地 我跟你讲 伊朗无人机是在中东 我们也介绍过嘛 就是那个Shahed 他那个 就基本上他就是在 大概是一千公里范围内的作战 那基本上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来丢炸弹 那造成了这个美国跟英国不胜其烦啊 因为他提供无人机给也门 胡赛武装嘛 这个无人机这个学问可大了 我跟各位讲一下啊 无人机他有中程也有短程也有长程啊 那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等级的国家啊 当然是全方位都有 我们可以这样说 第一个是航程 看他能够飞多远 那航程人家就会看你的续航力 比如说美国的死神无人机 那续航力可以长达48个小时啊 所以他可以在台海上方 就一直在上面 一直飞来飞去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航程啊 第二个就是他的侦查范围 就是你可以侦查多大的面积 那侦查的准度到什么程度 那第三个就是打击能力嘛 就你能够是丢炸弹 定点炸弹 还是你可以射导弹 这都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中国大陆 这个卖的最多的无人机 就是卖到中东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卖到中东 各国的无人机 尤其还有包括埃及啦 一些国家巴基斯坦等等啊 那中国大陆后来又有一型的无人机 这个比较神秘啊 现在消息也很少 叫做利剑 那这个无人机是逆中的 是逆中的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嘛 你看他的航程 然后侦查的精准度 然后你的攻击系统是用定点丢炸弹 还是丢导弹 那还有逆中 那逆中就不得了了 中国大陆已经有逆中的无人机要立舰 那坦白说啊 我没有见过 那他如果用逆中的无人机飞到台湾上空 台湾也不一定撤得到 因为他一定会比战斗机更小 那当然比轰炸机更小 所以伊朗跟中国的无人机 这不是一个级别的啦 那可是呢 他已经构成了我们所谓的 相对中小国家的利器啦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就已经坦称了一定的途穿的效果啦 大概是这样 黑色的白抹布 两个问题 一无人机技术哪家强 我认为中国跟美国各有密招啦 没有对外公布 美国比如说啦 我们说死成无人机 他买给台湾喔 那照理讲这个飞机应该是真打一体的 他可以侦察也可以打击 可是他有没有给台湾那么好的攻击武器 我是怀疑啦 因为他到底可以发射几枚导弹 他可能会考虑到 不能给你太好啊 不然你万一用无人机打到大陆对面 那美国就麻烦了 所以他可能会把你的某些功能拿掉 有人就说 他搞不好卖给台湾的是一个纯侦察的无人机 然后把你的攻击系统拆掉 那伊朗无人机的技术是什么来的 我坦白说 伊朗 我常常说 不要小看波斯人 伊朗还真的是自己做出来的 我坦白说啦 这个 伊朗你如果说他的核武 技术可能来自 北朝鲜 或者是俄罗斯 这个我还相信 可是无人机 我认为真的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下来就是上千架 所以坦白说无人机越来越受各国的重视 这个蔡英文在去年才到台湾的嘉义 来设了无人机的基地 我认为已经慢很多了 就是两岸的无人机的发展的差距 真的是落后太大了 落后太大了 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因为无人机作战是一个最符合不对称作战的战术 结果台湾叫了好几年的不对称作战 无人机却落后那么远 这个这个显然是有问题的 大概是这样 陈希仲 如果中美发生冲突 在中国家门口的三艘航母全被集成 世界格局将会如何发展 在中国家门口的三艘航母 你指的是美国的航母 还是中国的航母 我跟你讲 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美国的航母被集成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岛链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近海防御 那近海防御 因为距离近 所以中国所有岸基地基的导弹都可以发挥作用 所以如果用饱和攻击 美国的航母根本躲不掉了 所以我认为美国不会呆到 把三个航母都开到第一岛链内 它不可能那么笨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最近事实上是在把 它的重要的战略部署是在往后撤 比如说它最近在那个 关岛的北部天陵岛 它要重新再设基地 因为它要把冲绳的部分的美国比较好的飞机 撤到天陵岛 撤到关岛 那战略轰炸机 搞不好还撤到澳大利亚 所以你所想象的这个场面我认为不会发生 我说实在 比如说你去看佩洛西来台湾 那佩洛西来台湾是8月2号 他8月3号就走了 那大陆对台湾的围台军演 8月4号就开始了 那请问美国的里根号航母跑去哪里 跑到日本去了 所以你说如果真的发生冲突 里根号航母港进来我认为不可能 所以你说 而且中国大陆很 跟美国都相当警惕 就是说他不要立刻发展为 两个和大国之间的决战 所以你看美国以前倒的都是代理人战争 他也没有跟苏联直接硬碰硬 所以如果是我们随便讲好了 如果是台海战争 那美国就是支持台湾去跟大陆打 就是这样 那美国会尽量避免他直接跟大陆打 这个事实上在过去823炮战就已经证明了 美舰跟蒋舰是分得很清楚的 蒋舰就是蒋介石的军舰 那大陆就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所以我认为 中美恐怕不会直接打 因为这样风险太高了 因为彼此 因为我们讲战争就是 有一些战争是没有办法结束的 你知道吗 像美国跟苏联 美国跟中国这种战争就叫做打不完的战争 那不断的上钢 那上钢到最后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中国的洲际飞弹 核弹也可以打到美国 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发生 所以我认为不至于 如果真的在家门口 那肯定是美国航母被打 好的 智者新公司7 美国会不会老羞沉默跟中国开战 我认为不会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他事实上还是很有警觉的 他都是推代理人 所以现在第一岛链 有两个倒霉鬼 正在被他推到前线 一个叫台湾 一个叫日本 这个非常清楚 美国绝对不会自己打 那日本有没有那么笨 我觉得日本没有台湾笨 问题在这儿 日本事实上 自民党的人还是很有警觉的 他们不会笨到 真的跟中国大陆交战 他没有那么笨 日本 日本连轰炸机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 因为他是战败国 日本也没有核武 那你现在跟中国打 中国大陆还记得 八年抗战 那不是趁机会来报仇吗 所以日本怎么可能跟中国打 我认为不太可能 所以现在普遍大家都认为 唯一有可能 不小心跟中国大陆打起来 就是台湾 应该说是民进党 说实在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 会对赖清德感到警戒 这个原因在此 吃芥末心很慌的好男人 请教亮亮老师 对于最近大陆要全资开放 美国投资银行的事情怎么看 王孟元说这是历史级别的战略错误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这个我跟王孟元老师意见不一样 因为中国大陆是这样 他开放的业务 我认为会以银行跟保险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投资银行 要来中国大陆收购资产 他汇不出去 因为中国大陆并没有开放资本账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 会来大陆设投资银行 可是他有可能来大陆 成立银行 或者是保险公司 那坦白说 这个银行 你的贷款对象都在中国大陆 那保险你的保护也都在中国大陆 那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 基本上他是认为 这个叫做部分的金融自由化 可是中国大陆非常清楚 资本市场这一块不能完全开放 所以他是开放的银行跟保险 我认为中国大陆只要资本账 没有完全开放 美国的投资会来这边设全资的 这个美国的投资银行 我是难以想象 比如说美国最近 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叫贝莱德 叫BlackRock 就撤出上海 因为他发现 他要去收集情报以便投资 那往往会踩到红线 然后资金的汇注也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以银行跟保险为主 这个我认为是不用担心 我认为是不用担心 独调寒江选8651啊 亮哥谈谈印度劳工入台的事 目前大概是这样啦 因为台湾目前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工厂的劳工呢 主要是越南籍啊 然后家庭的劳工主要是印尼籍啊 那可是呢 印尼据我了解 要逐渐收敛他的劳工出口 越南也是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经济也在慢慢发展嘛 那国内需要劳工就业啊 尤其是年轻的 因为一般外劳年纪都没有很大啦 所以那台湾怎么办呢 台湾的劳工不住啊 所以目前我的了解是跟印度签了一个备忘录 那大概总额有十万名印度的劳工啊 可是这个也不是一次性进来啦 大概就会分批进来吧 因为台湾人也怕啊 也不知道印度人是什么样子啊 因为我们跟印尼越南的劳工已经适应了 这个印尼都是穆斯林嘛 其实他们蛮老实的啊 那越南就是儒家文化嘛 那印度人印度教 坦白讲我们是很不熟啦 那可是日本也同样对印度开放 日本预计到2050年年 大概要进口50万印度劳工 因为印度就是人口多嘛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啦 因为东南亚经济的崛起蛮快的 所以几个劳工的输出国啦 尤其是越南印尼 逐渐开始减量 那可是台湾没有办法啊 有些工作本地人不做啊 那怎么办呢 那坦白说啦 最快的是从大陆过来啦 可是民进党是不可能的 大概就是这样 步步文字 亮哥您好 你之前说要分享怎么样在网路上高效查询资料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出 我在这里提供一些简单的我的个案 我跟你讲啊 这个第一个就是你要养成纪律 就是比如说我每天 我在看各种网路的讯息啊 我看到好的东西 第一个我看到好的东西 我就把它做成PDF档 就直接把它存起来了 那我通常就会标注 比如说今天是3月14号 那我就会标注240314 所以我是用日期分档 首先你日期要标注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是每天要做的工作 不然你只要稍微累积下来 你会累死啊 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东西都没看啊 那如果看到好的图跟表 我也立刻做截图处理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你要自律 然后你来看啊 这个是我做的分类表 我跟各位讲啊 这个是大的目录啊 那每一个点进去又有各种子目录 子目录进去还有孙目录 我跟各位讲 我建立这个系统 我大概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我总共的子目录孙目录 大目录这样全部加起来 大概我算了算大概有700个档 700个目录啦 那比如说我刚刚讲嘛 比如说假设今天那个TikTok 不是美国众议院表决 那通过了嘛 那我今天就截了很多TikTok的文章 我今天算了算我总共截了24篇TikTok的文章 那日期就是240314 对不对 那我就会放在哪里呢 我就会放在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在China Diplomacy这里 中国外交点进去 就是这样 你看那个左手边那一行 就是我中国外交的次目录 你看那个中国外交里面有多少指挡 那我把它放在哪里呢 中美科技里面 中美科技你点进去 我就会设立一个子目录叫做 240314 美国国会对TikTok事件 这样大家了解了吧 那我再举另外 比如说这个中间那一行 这个是什么的子目录呢 这个是中国经济的子目录 那我就是这样在看中国经济 我不能够分到只党的 我就会放在2009到2024的中国经济 那最右那边那一行 那个是什么样的子目录呢 叫中国科技的子目录 所以你现在知道 我的系统之庞大了吧 所以就是说 在我的脑袋里面事实上 我始终知道我700个党 那我就会很快找到 我建党的那个档案 这样大家了解了吧 所以我说这个是需要 长年的自律啦 我一直引用一句话给大家参考嘛 我说这个是亚里斯多德讲的 他说什么叫做卓越啊 他用的词叫excellence 卓越事实上是习惯的结果 并不是说我有多聪明不是啊 是我非常有纪律 我每天都做笔记 那做成档案 我会把它弄成pdf 然后存到我的所有的 子目录里面去啦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那么快可以找到资料 这个是我个人建立的一个档 我这个档有多大你知道吗 我这个档已经有两个t啊 你可以想象吗 两个t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连影片都下载 所以我随便讲啦 比如说我是大概网路上 金一兰将军的演讲 我大概都听过了 那我觉得他有一些很好的演讲 我就整个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比如说 金一兰他写的那个苦难辉煌 写中共党死嘛 那他也做了影片嘛 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那古兰辉煌里面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图片 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大家知道我做了苦工了嘛 所以这个 这个坦白讲没有什么 特别聪明不是 是纪律 养成的习惯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能力啦 就是我坦白讲 我谷歌搜寻是蛮厉害的啦 谷歌搜寻跟百度搜寻 我都非常厉害 所以我知道怎么找到我要的资料 所以 可是找到资料之后 我要建党 所以我就会按日期嘛 你看 中国经济是2009到2024嘛 你就知道我这个习惯已经超过十年了 不然我不可能累计那么久的资料啦 大概是这样 所以给大家做参考啦 这个 只是初步跟各位讲啦 那大家可以再预想 因为我在学校我曾经做过一些演讲啦 叫做人脉的管理啦 情报的管理啦 那还有一个是时间的管理 那这个就是属于情报的管理 就是你如果把你周边的讯息把它有效的组织起来啦 那你会觉得说我用谷歌不就好了 你错了 谷歌搜寻出来的都是乱嘛 因为它资料太多了 你也不知道用哪一个 那你经过阅读筛选过的文章 你把它留下来一定是比较好的东西嘛 那因为你读过 所以你就会进入状况 大概是这样 这个初步给大家参考啦 热情奶茶147 为什么乌克兰人民不起义啊 你太低估乌克兰人的爱国心了啦 我跟你讲啊 泽伦斯基在2022年2月开战之前啊 他的民调只有35 那结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 泽伦斯基的民调冲到80啊 普京也一样啊 我跟你讲啊 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战斗民族啦 两个民族都非常爱国啊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不起义 我跟你讲 泽伦斯基干了什么事啊 第一个 他把那个反对的媒体都禁了 那第二把反对党的精英给关了 那第三你看到的讯息都是政府公布的讯息啊 所以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那么多乌克兰不利的讯息 因为我们没有住在那里啊 我们在国际社会上来看乌克兰啊 乌克兰老百姓不一定知道耶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私下在传啊 比如说我有一次也是做直播嘛 我就讲到 那个基辅有一个小男生啊 他23岁 他已经一年没有出门了 因为他只要出门就被拉夫啊 去当兵了 所以他不敢出去 那他的朋友很多都去当兵了 那再也没有听到消息了 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呢 因为那个基辅的那个小男生 最近才开始写FB啊 写脸书啊 在写他的遭遇啊 就是这样啊 可是他还是很担心啊 还是用匿名啊 就这种讯息 我们很久都不知道 最近才开始出来 那还有美国加拿大有很多乌克兰裔啊 他们回去乌克兰看亲戚啊 他们真的吓到了 说怎么会变成这样 乌克兰的人口本来是4200万啊 现在有效的统治人口只剩下2400万 你就知道跑出去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 那你说这样怎么不起义 不会起义啊 因为大家得到的资讯都是这样啊 战争中的这个民族啊 尤其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啊 他们从来不投降的啦 说实在啦 尤其是俄罗斯啦 俄罗斯就是一个相当有战斗传统的民族嘛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要推翻自己的政府不容易啦 比如说普京 普京国内也有反对派啊 他们也反普京啊 可是普京现在的民调是83 就是这样啊 好 瞬即二期 亮哥可以考虑一下 邀请沈毅老师与您连线做节目 唐乡龙已经牛刀小事了 大陆反响很强烈 你们两位教授联妹肯定会报 我看到了唐乡龙那个观点的节目啦 那因为沈毅教授最近对这个金门撞传事件相当有感触啊 所以连发了好几篇文章跟视频啊 我也注意到了啊 他写得很好啊 那唐乡龙就是也名手快嘛 因为唐乡龙是媒体人啊 他本来就常常访问来宾啊 所以就被他截足先登了 这个再看了以后若有适当的题目啦 事实上我是观察者的长期的读者 那我也知道沈毅常在上面发表言论啦 这我注意到了啊 乖巧心空低哀 亮哥龙年行好运 希望看到亮哥与金战荣教授同台 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两位蓝神是我们的最爱 这个灿荣兄啊 我也关注他了啊 我在微博在YT在抖音 我到处都看到金教授啦 那他也知道我啊 所以他也关注了我的头条啊 所以我们是互相欣赏 OK 这要看缘分啦 要看缘分啦 因为他也很忙啦 他自己也在做直播啊 我有看到啊 他每天做啊 他比我还忙啊 虽然时间比较短 不过 我觉得金老师对国际大局 还有中美关系的理解是非常非常 深刻的啊 那而且他会从历史观点 而且因为 他是中国人大的重量级的教授嘛 所以他去过非常多的国家啦 这个我是远远比不上 他有一些实际 到了那个国家的观察啦 那这个是 我们要这个借鉴的地方啦 我们是空中交友啦 这个 如果有这个缘分啦 这个当然 就看这个缘分走到哪里啦 中医中药守护人亮哥啊亮哥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怎么会让我们大老爷们这么喜欢你 请回复 我跟你讲 网路节目要做的好就是要真诚啦 说实在啦 就是 你是不是真诚 你是不是认真 人家都感受得到啦 我讲白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认真在做的 就是 我们不会随便上线 上线 要讲任何话一定有根据的 事实上久了你就有口碑了啦 就是这样啦 所以 这个跟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一贯的啦 我以前 从政也是这样 我也不会乱讲话 所以我是觉得久而久之 大家觉得这个对位 真诚认真 那你会有所得 对不对 那 那大家就会变成好朋友 那我也觉得说 跟我们那个量友互动一下 应该更有助于进一步的交流啦 所以我就决定 要来增设这样的一个美洲量友问答啦 好 感谢你啊 那一座不可靠的情绪 亮哥大陆优秀的企业家 钟庆后先生去世了 很多人人民都在怀念 这是娃哈哈的创办人啊 想看你做一期一望望的 台湾的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 的评价视频 台湾在大陆有不少做得很好的企业啊 那个太懂了 我跟他也很熟啦 我跟他也熟 这个我会考虑啦 就是 中庆后是杭州的 我看到一些小故事啦 因为我知道杭州的那个 低收入的民众啊 中庆后是 这个逢年过节都会去送红包 他就关心弱者嘛 这个不容易啦 那白手起家 台湾是让白手起家 然后在大陆成功的企业也蛮多的 这个我们考虑一下啦 好不好 因为 这也要有相当的知名度 不然大陆老百姓看了不一定知道 这个 我会慎重考虑你的建议啊 谢谢 捏盘的火机特斯拉 会把数据传送给美国 of course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不然他怎么改进自己呢 这个用数据演算的 这个电动车一定会这样做 苹果也一样嘛 所以你如果用苹果手机 我跟你讲你也被回传了 这个没有办法啦 就是这样啦 这是它的原理嘛 仰望的方亮哥你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 如果乌克兰战败 北约会出面与 俄罗斯开战 这时你怎么看 这个叫吹牛啦 奥斯汀都快下台了 美国绝无可能跟俄罗斯开战 我跟你讲啊 我们上一集就讲过啊 俄罗斯的战术性的核武 有将近2000枚啦 你欧洲人 敢吗 美国人敢吗 俄罗斯是全世界公认真的会丢核武的国家 有核武不表示你会丢 因为丢的就是世界末日 可是偏偏俄罗斯有小型核武 这种技术他做的特别好 这我认为就是吹牛啦 根本不可能啦 瑞智的家里有三杰 办公室录的 这个要有缘分啦 这个 这个头条 我 我这个月下旬要去北京嘛 我会 见到头条的一些朋友啦 他们肯定有一些想法啦 确实 他们也有这样的建议啦 不过就是要刚好飞到大陆才顺便做这样的节目嘛 不然 这个不然要挺花时间的说实在 所以这个很好啦 我都有注意啦 事实上你看你一问我就知道 东方卫是张伟维啊还有司马兰啊 我都看了 我都看了 我这个人是火眼金睛啊 我每天电脑是三个屏幕一起开的 你知道吧 所以不管是西瓜啊抖音啊 YT啊所有的视频都是一直亮着的 所以我们是乐取资讯无数啦 你知道吧 没事看新闻是亮哥啊你天天接美欧的舱巴他们会不高兴 接美欧舱巴不是我啊是美欧自己人啊 我跟你讲我引述的资料都是美欧自己人写的啊 你就知道拜登政府多天怒人怨啊 美国本来就一大堆批判者啊 欧洲多党政治嘛什么政党都嘛有 所以他们不会不高兴啊 他们他们会知道我很认真在看他们这个社会里面的知识分子的资料啦 Ray Chen 0728亮哥三月回大陆会不会来龙溪寻根 我这次没时间去福建啊 因为只有四天三夜啊 我连上海都没时间去啊 这个福建我去过厦门啊也去过福州 我也去过泉州啊 这个龙溪好像已经被病到一个 好像叫龙岩吧之类 跟在那边啊 那边有一个郭家村啊 我到现在还没去啦 这个蔡正元前阵子回他的福建近江去 巡根啊 还在那边做了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啊 这个我有时间再来考虑啦 谢谢你啊 只不宜162亮亮来大陆一定要试试问界M9 回去好好聊聊 我是逛街看了看 然后试驾一下中毒了 本来没打算买车的定了一辆 我现在的车才开了两年 自驾AR HUD 这个智能座舱与华为手机搭配都是可以好好聊聊的 天啊 问题是这个车进不了台湾啊 我到大陆试一试干嘛 我这个喜欢上来又到台湾又买不到 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像我 我这次还要拖朋友到香港帮我买荣耀手机啊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荣耀的折叠V2在台湾也买不到啊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啦 我知道有一些车颇受好评啊 可是我在台湾买不到啊 我到大陆开的心痒痒回来 在台湾不是更痛苦吗 对不对 你买不到啊这个 那洋居是2018 西方国家开始抵制电动车怎么办 不会啦 我跟你讲啊 那嘴巴缩缩啦 他不会抵制 那特斯拉怎么办 而且气候变迁 欧洲已经成为定论了 这个挪威 这个挪威 2025年 这个新车就没有实化车了 我跟你讲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国家加入 北欧应该是最先啦 那德国本来说2030 他可能会延后 可是不管怎样 欧洲已经定调了 就是要节能减碳 那只要要节能减碳 你一定要做电动车啊 那只是说你的技术来源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人就说 我还是要做一些油电混合车 那有一些人要做轻人车 可是问题是 这两款车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全电动车成功啦 所以我跟你讲 抵制不了的啦 这美国就在那边叫叫 尤其是特朗普啦 特朗普不喜欢电动车嘛 因为他跟石化业关系非常好嘛 可是这就是美国啦 其他国家很难啦 那特朗普也没有办法去 这个禁止特斯拉去卖电动车啊 对不对 重庆刘平华亮哥敢来重庆吗 重庆老火锅让你头上冒汗 重庆欢迎你 我非常想去四川 因为我老婆是成都人 所以我成都跟重庆我一定会去的 我都没有去过 那因为我们那个三妹啊 我跟三妹做节目三妹是成都人 所以我会先去成都啦 因为三妹说要请我吃饭啦 重庆我早晚会去 因为我已经在网路上看到非常多的重庆的影片 不可思议的城市啦 就是高来高去啊 这个难以想象高低落差这么大 还可以盖成那么大一个城市啊 我早晚会去的啦 因为我知道重庆的美女也是有名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七仙令5360 德媒报导波兰外长在波兰加入北约25周年 纪念日说北约已部署兵力在乌克兰境内 那并且要感谢那些参战国 但德媒没有报导哪些国家不知亮哥 也没有了解这个状况 我跟你讲啊 北约确实有一些军事顾问早就进入乌克兰了 那比较明显是英国跟法国 德国应该是比较少啦 因为德国就是战败国啊 对军力的部署比较没那么积极啊 不过英国法国的顾问早就进去了 事实上在打马利乌波尔的时候 那时候就传出里面常有北约的顾问 那后来传出来的消息是法国跟英国人 那美国的顾问也早就进去了啦 不然乌克兰不可能打黑海舰队 打得这么准啊 可是基本上 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地面作战部队 主要还是军事顾问 所以目前你说北约会不会真的有作战部队进去 这个我也怀疑啦 因为俄罗斯已经讲了狠话 你如果派地面作战部队进来 你就准备吃核弹了 所以基本上还是低调偷偷摸摸的为主啦 这个Lew Thomas 6273如果金门有人发起入中公投不知道会怎样 当然就是统一啦 这还用说吗 这金门我认识一堆人 三分之一以上在厦门有房子 那金门跟厦门好的要命 他们现在已经都用泉州的水了 金门几乎都是统派啦我跟你讲 马祖也是啦 那只是台湾不会让他发起入中公投啦 就是这样 所以民进党永远选不上啊 你从这里就知道了 这个unprofessional dude 亮哥你好 想问亮哥觉得大陆对金门这件事 会有进一步的制裁吗 例如经济上或外交上 他不会针对金门啊 可是我认为贸易壁垒调查一定会有第二波 那没收了台海中线跟金下水域 肯定会有进一步动作 比如说 刘武殿航道他现在就要开输郡了嘛 那未来厦门 就直接从刘武殿航道就开出去了 那那个地方本来是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啊 就在小金门跟大丹岛的中间 可是那个地方很宽哦 可以容纳7万吨的船舶 简单讲就是货柜船可以直接开进来了 那台湾怎么挡得住 到时候还有国际 有别的国家的货柜轮啊 那大陆就直接开放了 就是这样 所以未来很可能的局面就是 我们为了要避免不丢面子啊 我们就开放说金下水域 我们金门跟厦门共享这样 不然你会很丢脸啊 我跟你讲啊 那大丹岛跟这个小金门的驻军啊 我看撤了吧 反正你撤在那边也是很尴尬啊 你敢挡人家吗 对不对 那外交肯定是要再调邦交国的啦 有好几个都在预备中啊 那个userok7is6dv8hr 关老师啊 请问一下所谓的禁限制水域 那条现在是如何制定的啊 我跟你讲那个是我们单方公告 并没有两岸协议 那完全是大陆就是尊重你啦 所以人家厦门出来就绕到清雨那边啊 这要绕一圈耶 所以你想一想 什么时候画的 1998年画的啦 1998年到现在已经26年没出过市了 人家多尊重你啊 大陆方面似乎并没有承认这条线 本来就没有承认啊 就是默契啊 你讲的对啦 那结果你现在 莫名其妙搞了这个事情啊 现在人家要打破默契啊 这个跟那个M503一样嘛 中国大陆本来那两条横线 从东向西的那两条横的航线 他本来也没有启用啊 他现在决定启用了 所以跟这个完全一样嘛 Jerry Chen 1255 郭老师如果今天访过来是大陆的海巡 撞到越界的台湾渔船 大陆会如何处理 大陆不会抓台湾渔船啊 因为台湾的渔船越界已经无数次了 大陆根本视而不见 因为大陆的海巡船都是很大支的啊 我们台湾渔船 你这个也太高估我们台湾渔船会去捕鱼了 我们台湾渔船你知道金门渔船只有几艘吗 台湾啊 我听人家讲只有40艘啊 厦门那边过来的渔船超过1000艘啊 所以人家是真的在捕鱼啊 我们台湾有在捕鱼吗 我们台湾恐怕是开到附近 然后跟人家做交易嘛 所以我们台湾的金门的渔民搞不好是去买鱼吧 我看捕鱼的不是多数哦 可能是去买鱼吧 因为后来我又知道了一些事啊 我实在知道太多事情了 连台湾的渔船啊 搞不好还有大陆部分的渔船 搞不好都是台湾的海鲜店的老板买的 他请渔民来帮他买鱼啊 你知道吗 这背后的船主啊 很多都是厦门海鲜店的老板 或者金门海鲜店的老板 这个事上很多人都知道了 只是懒得掀开了 就这样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问题回答到这里啊 那感谢大家的提问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 美洲量有问答的形式啊 可以来拉近我们彼此认知的距离啊 那也有助于大家 大家可以踊跃来提问啊 因为我们今天是播第一集 这个美洲我们都会有一次的量有问答 那大家就看到我演示了一次啊 所以欢迎大家 在未来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提问 我们每周会做完整理 然后来综合的做回答 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我想请不吝点赞 今天今天 cod启点赞 是这么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